大家好,我是莉莉,我今天读一个故事是北风和太阳 冬日里,北风和太阳一起争弄谁最强 他们争来争去,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一直同意,谁能最先使一个走路的人脱去衣服 谁就获胜,北风首先是他的威力 用尽力气呼呼地吹,心人突然感觉到冷了 他拉住原来敞开的衣服,把它们扣紧 北风吹得越凶,那个行人把衣服裹得越紧 这下北风生气了,他重新调整呼吸,鼓起腮帮子 用尽全力一吹,心人红声剁锁着 将双鼻紧包在胸前,整个人都钻到衣服里去 北风彻底放弃了取胜的希望叫太阳来 要看看他的本领,太阳一下放出他全身的光芒 用力地照射着,心人感觉到温暖的阳光放下了手笔 慢慢地解开衣扣,太阳仍旧用强光晒着 行人就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 等到最后,觉得太热了 干脆把衣服脱个尽光,跳到路旁一条小河去洗澡去了 北风在一旁看呆了,不得不佩服太阳的本领 太阳谦虚地说,其实我们是各有所长 能让行人脱下衣服,是我的本领 而能让行人穿上衣服,这是你的本领 所以他们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长处,是不是啊? 从现在这个状态来说,看一下这个吧 好